玉如姐姐 和顾九思的这门亲事 我该怎么办呀 什么 顾九思 那个臭名昭著的 顽固浪荡子 昨日你走后 还是顾家主母亲自上门提得起你 我家世代都是读书人 出事也只是清水衙门 这顾家 他为什么会看上我呀 怕是哪次上云灯结 踏春豆草 被那个顾九思看上了呗 你家里人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 顾家富贵显赫 截图使见了还得赔个笑脸 我爹娘不敢拒绝他们 只是拖着 还没敢回复 我真怕我爹娘 为了家里就一点头 把我真的嫁过去了 俞如姐姐 那到时候 我该怎么活呀 我明白 我都懂 若换做是我 头骨了断的心思我都有了 不如这样 既然你家不敢拒绝他 那就逼他自己退亲 怎么逼 与他的一切喜好反着来 我听说顾九思这个人 崇尚武功 庞废学业 最讨厌那些圣人经典 你今日回去 就把那四书五经好好读一读 特别是劝戒人的 你记下来 改日你见了他 时时刻刻劝戒他 而且 他这个人形式荒唐 粗笔无理不说 反而讨厌李树周全 说话温声细语的 大家闺秀 说人家娇如造作 你若见了他 你就捏着嗓子说话 把所有的凡文肉节 都来一套 但凡他有半句诗言 你立刻就哭 说话别太有条理 不要太正常 要说不清楚话 做不清楚事儿 总之 越讲了造作越好 这些人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你只需私下遇他 恶心的几次便好了 他那个人名声都那样 就算他出去说你的不是 好人也会觉得 是他在诋毁你 嗯 你说得对 我要是不恶心他 他日后就得恶心我了 对 顾九思这个人 自己无赖不说 反而嫉妒 像施安哥哥那样的 正人君子 你若见了他 你就在他面前 使劲夸施安哥哥的 学识和人品 处处拿他和施安哥哥比 说他样样都不如施安哥哥 要是这样了 他还想娶我 那怎么办 做什么美梦哪 谁想娶你了 你 你是谁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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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 哪来的吓人 竟敢善闯后院 快 把他们都打出去 快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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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给你们跳了 快